這裡有一個Tweet 我拋頭了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先看看 他說 在那時 中國的官員命令所有維吾爾族人 都去申請護照 誰不申請就當作對國家有惡意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會被人鎖起十五至二十日 哇 鑑人家要拿護照 拿護照自然要出外吧 我想他會鑑人家出外吧 看看是否正確 看下去吧 其實這篇文章是來自這篇文章 我看過了 不如我們拿他的Tweet 來讀好看那篇文章 然後他說 In the end 尚未 However this is precisely this trip 就是因為這些旅程 變成是問我們的理由 同一時間 不少人因為不出國 亦都被人懲罰 嘩 就是叫你拿護照 接著一定要出去 不出去的話罰你 出了之後回來又罰你 咦 即是沒有路走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拿了護照出去 幾打都不回來 對不對 那些衛隊 警衛 把他們拿回來的時候 幾個小時之後 全部軟了 半分圍 半醒 半分圍 半分圍 不能說話 Someone were even able to split 他們甚至被人打針 他們找人來殺我 經過醫療查案 三至四小時之後 他們硬撈撈撈 眼睛拉回到頭部 對抹抹頭部 呼吸最後一次 然後就死了 嘩 嘩 厲害了 甚麼是這樣的嗎 真是假的 這是Torture 如果是這樣 新軍應該再沒有維吾爾族人 各位 今晚大家 Fill the resulting vacancy with new arrivals and exchange prisoners for inmates for other cells so that the total always remains the same 然後再抓人回來 填回每個事都永遠都是這樣 This way no one could say exactly how many people they have killed 所以沒有人可以說到他們殺了多少人 喂 不是人人都好像西方人一樣 以殺人為賣 第一 第一 中國政府有甚麼動機 要殺死維吾爾族的人 有甚麼動機 為甚麼要殺維吾爾族的人 我決定地方 中國的一條線西 全部都是空地 中國有地方的 不是沒有地方的地方 是在中國的東岸很擠 但是中國的土地 一樣是人非常稀少 所以不要說中國是沒有地方 中國是有地方 不需要維吾爾族的地方 而事實上 新疆的地方也有很多 用不著殺維吾爾族的人 拿地方 沒有動機 為何要殺維吾爾族 他們信穆斯林 喂 好像西方向阿富汗 也是殺維吾爾族 在中東 伊拉克也是殺維吾爾族 在利比亞 也是殺維吾爾族 中國沒有這樣做過 中國的穆斯林的廟 多於其他地方 當然了 中國穆斯林多 自然廟多 這個對 但我們要計 每個月 有多少穆斯林的教徒 我們有多少個廟 中國這個 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也不是宗教的理由 和以前有仇 好 有什麼仇 他在這個土地上 住了幾百年 中國人在土地上 住了幾千年 大家相開無線 幾百年來 幾千年來 相開無線 有什麼仇 就算在二次世界大戰時 日本這樣殺害中國同胞 中國人仍然說 我們不要記仇恨 歷史當然要記得 但我們不要記仇恨 我們沒有叫我們下一輩 或者練了這一輩 要記仇恨 我們沒有仇恨 所以也不會因為仇恨 完全沒有任何動機 中國政府想殺死 維吾爾族的人 但是有人說維吾爾族的人 一個都不能生 跟這條說 你一定要拿護照 不拿 坐十幾天 二十天監 好一點 坐完監就沒事了 你出去之後回來 又沒命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出去就不會回來 但是大家隨便在網上查一查 很多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 他們在那裡去新疆旅行 給大家看 人民次生活在恐慌之中嗎 他們很開心在生活中 沒有任何恐慌的表現 一個這樣的Youtuber 兩個Youtuber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根本所有曾經去過新疆的Youtuber 出來說的結果都是一樣 為什麼會有人寫這些 完全沒有相信的東西 推出去 這個不是謠言 是什麼呢 是不是謠言覺得幾次會變真話 到底這個世界是什麼事 我真的很想知道